一场超级病毒席卷全球 在四个月内超过80%的人类感染 世界已经有一半的人类因此死亡 就在七个月前 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奉命前往北极执行绝密武器测试任务 四个月里 他们全程电磁静默 对世界发生的这一悲剧一无所知 军舰上捎带了从事病毒研究的米多和助手大哈 他们名为研究鸟类 实则是接受了白宫的绝密指令 在北极寻找病毒源 研制疫苗 武器试射任务圆满成功 被蒙在鼓里的船长高兴地向船员宣布 此时米多成功找到病毒源 不料却遭毛泽国的武装直升机袭击 几架直升机静直向军舰飞来 随即开火 危机解除 舰长意识到米多的研究没有那么简单 在他的逼问下 米多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时白宫打来电话 总统五天前已换成了众议院议长 总统和副总统已经因感染隐恨西北 在总统那得知 世界所有国家都因病毒垮胎 军舰上米多的研究是全世界的希望 并要求军舰立刻带着疫苗配方回国 舰长与大副商量一番 决定将实情告知所有船员 全船216人 仅仅有5人联系到了自己的家人 此时他们发现了一艘意大利邮轮 但邮轮上的人全部因感染而死 这个小伙不慎将面罩摔掉 为了不给军舰添麻烦 五天后 舰长再次收到命令 要求军舰开网另一座实验室 舰长向五角大楼确认消息 却没有任何过 舰长明白 目前谁也不能相信 唯独相信自己才是王道 随后向船员宣布 美政府已经垮台 船上拥有唯一的疫苗配方 本舰承载着人类的希望 研制疫苗最安全的地方 无疑是由216人驾驶的这艘价值30亿美刀的军舰 舰长的一番讲话 使得船员们备受服务 一艘军舰拯救世界的使命 就此拉开帷幕 一场超级病毒席卷全球 世界已经超过一半的人类因此死亡 这艘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 拥有唯一制作病毒疫苗的配方 在燃料 食物即将用尽时他们顺利来到了关塔奈摩湾的美军基地 但这里却一个人也没有 军舰上的特种兵 兵分三路分别负责寻找食物 药品 燃料 起初各路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时负责燃料的一队突然遭到亡命图袭击 美军也是毫不留情 大炮一转灰飞烟灭 同时 医院的小队也被反锁大门 困在医院里 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氧气不多了 一旦在满是尸体的医院摘下面找就会被感染 队长小帅这时有了主意 自己留在原地牵制住敌人 其余队员跑上楼顶实施突袭 舰长这边则是遇到一位大胡子雇佣兵投诚 经过大胡子的一阵说辞 舰长选择了相信这个人 熟悉此地的大胡子带舰长来到仓库 里面却埋伏了众多亡命图 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此时大胡子却被拿枪指着脑袋成为了人质 一时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舰长提议可以给他们留下足够的食物 但亡命图却贪心得很 同时舰长于大副通过暗语 确定了亡命图的位置 随后便是大炮一银 小命吧 快 大胡子也顺利加入拯救世界的队伍 物资也顺利准备齐全 这时维达突然发现不明军舰 对方谎称是英国的军舰来补充物资 当军舰接近时 却是一艘毛泽国的基罗夫及核动力巡洋舰 他们的目的很显然 为了疫苗退后 作为末日的王者到底有多狂 美军舰长拿匮乏的食物威胁毛子 毛子淡定地站起身 向身后的下属要过手枪 这艘毛子的基罗夫及核动力巡洋舰 布下水雷将美军军舰封锁在港口 因为美军军舰上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制作疫苗的配方 毛子的要求很简单 要么交出疫苗配方和科学家 要么一枚核弹送你上西天 经过商讨 美军舰决定通过没有被布雷的潜水海域撤离封锁 随即派出两名特战队员勘察海底暗礁 不幸的 他们被毛子的巡逻队发现 当场血死的大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舰长当即喊话毛子 大炮一转 崽子落水 舰长要求毛子立即撤离到自己看不见的位置 不然下一炮就送几个小崽子上戏 并用俄语说道 毛子回头看了看早就对自己不满了下手 此时舰长命令瞄准目标并开始倒数五个数 最终无奈的毛子选择了妥协 撤退到了只有雷达能看见美剑的海域 晚上 米多的助理大哈 突然拿枪将米多挟持 并拿着配方准备去与毛子会合 米多趁机跑到士兵石堂 面对众多士兵 急眼的大哈 拿出病毒样本 扬言要和全传的人同归于尽 最终在米多的劝说下 大哈恢复了理智 原来毛子通过挟持大哈的妻儿 要挟他为自己提供美剑的位置 并想办法将米多和配方带给自己 大哈同时也交代了今晚的行动响起 舰长将计就计 派特战队员大帅和战斗指挥官大马 洋装成大哈和米多 前往毛子的巡洋舰引之后 与此同时 军舰关闭所有通讯实施电磁禁锁 然后再利用锡箔纸的超强信号反射性 代替军舰的信号 并成功地骗过了毛子 军舰缓缓驶进前海区 此时的大帅已经接近巡洋舰 并利用灯光成功地骗过了毛子 大帅马上启动船上事先安装的炸药 然后跳起 听到响声的美舰即刻发射鱼雷 将前海区的暗礁炸碎 成功刨出封锁 但毛子的巡洋舰仅仅受了点轻伤 真正的两舰正面对决才刚刚开始